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範本 反正將來只要給它一個目錄 它就會把裡面的這個 檔名跟副檔名 吐回來給你 當然還有包含那個 這個資料假名稱 不過目前我們還用不到那麼多 我們大概就是用到這個 它的檔名就夠了 OK 所以如果把它print print了之後的話 它的所有檔名、副檔名 都會放在一個 這個串列裡面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可以在這個底下可以做什麼呢 我就是在這個底下 可以寫一個for圍圈 這個for圍圈的話 for i in range 就是這個range的話 for i in range 就是把它這個 串列裡面的所有的 怎麼樣呢 這個 檔名、檔名、副檔名 通通抓回來 所以這個也0到 0到什麼 這個其實你們這樣可以寫成一個 蠻固定的 就是全部有幾個 List1 裡面的所有 0到List1 這個L1 總共有幾個 然後呢 後面的話就是做什麼 就是它讀進 這個List1的中瓜弧 0的話 實際上就指的是三重 所以它會一個抓 所以它會先抓三重.txt 放在這個位置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把底下的這五行 有沒有 把它按Tab鍵 可能要按兩下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要在這個for圍圈的下一層 所以必須要按一下 它跟for同一層 再按一下 第二層 然後呢 把這個裡面的 剛剛做的這些事情 怎麼樣 把它就是 改一下就可以了 改哪個地方 改三重.txt 然後放這個List1 中瓜弧 所以特別是把三重.txt 先delete掉 OK 那後面的話 記得串一下 串接嘛 串什麼呢 串List1裡面第幾個 OK 所以這個把它串接 加號後面這裡 然後中瓜弧 把它加一個i就可以了 那i的話 它會先從0開始 有沒有 0那就三重.txt 串過來 OK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這邊會發現一個錯誤啦 這個錯誤的話 主要原因是什麼 那個R的這個格式 它其實 對於 串接 它比較會 有一點狀況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 假如沒有串接 沒關係 可是如果你有串接的話 它最後這個 可能你要變成說 你要自己手動 把它改成什麼 拖曳資源 你看最後那個 它沒辦法幫你 所以呢 你記得啦 反正只要串接 最後這個 再加一下就OK了 這樣錯誤就不會發生了 記得喔 只要經過串接 這個 最後這個 一定要自己手動 把它轉換成那個 拖曳資源 這個一定要自己記得 好 那理論上應該這樣 就陳詞寫完了 有沒有 有沒有 就是把它 它就三重.txt拿過來 然後 read read就是開起來 然後放在s 然後我把它寫到那個 all.txt 用a模式 然後把它 這個 裡面寫進去 然後close 當然close你最後再一起close也可以啦 或者你放裡面 其實放外面 其實都可以啦 它 放外面可能 效率會更快一點 因為它不用一直 一直關一直開一直關 OK喔 我們先放這邊好了 然後呢 最後的話 最好是在最後面這一行 把它back到最前面之後 最好print一下 print一下怎麼訊息 因為你 你如果跑完之後的話 告訴我一下說 已經合併完成了 OK 我把它合併完成訊息一下 這樣的話呢 感覺會更 更完整 OK 不然的話你跑完之後 到底跑完了沒 不知道 OK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理論上這樣陳詞就寫完了 所以 我們 最後檢查一下 剛剛其實指示怎麼樣 把剛剛這五行 把它縮排兩下 一個兩個 然後放到這裡面 然後並且在這邊加一個list 中國阿福 I 把它放到這邊 然後記得這個反斜線一定要兩個 其他沒動 OK 我們來試試看喔 理論上應該這樣 假設沒有狀況的話 執行 看一下 合併完成 那我們來看一下 合併完成的結果 應該是在哪裡呢 我是把它放在download底下 所以這邊download底下 會有我們剛剛合併的這個檔案 然後看一下三重 沒錯 三重 然後往下捲動的話 看到中立了 不過這邊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奇怪為什麼中立 它黏在三重的尾巴屁股後面 因為跟各位講 檔案的最後一行 有沒有 它沒有換行 也就是說三重 它的最後一行 實際上呢 我們假設打開這個全尾三重 你如果把它撈到最下面這個 它其實這個尾巴沒有多一個enter 有沒有 沒有一個enter 那會變成說沒有這個enter 那你串到後面 那沒有enter 它就接到它的什麼 它的右邊這邊了嘛 所以怎麼辦呢 乾脆我們就是在哪個地方 可以再讓它改變呢 這個地方應該是在 這個S後面 其實可以再串一個什麼 串一個反斜線 一個換行 有沒有 OK 就是這樣的話換行 但是呢 其實我是建議啦 你看這兩個換行 為什麼 換行再換行 那就是中間會多一個分隔行 讓 每一個那個 檔案中間好像隔開來的感覺 我幫它執清給各位看一下 大概這個效果 執清 然後這個我把它 我點TAT先關掉 然後再把它打開 download這邊 欸有 OK打開 你可以看到 效果的話就是 我剛剛 欸 不過會有個問題 它沒有變 為什麼沒有變 因為我沒有把它刪掉 因為我剛剛講過 它不是那個什麼 W模式 所以其實理論上應該是第一次W 後面用A 或者是先把它刪掉 啊 那我們現在手動先刪好 待會我們再寫那個 程式刪好了 欸好 這樣子喔 合併之後來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 O.TST 那這個效果的話呢 欸有沒有看到 剛剛這個會黏在後面嘛 然後現在的話 變成一個換行 再加一個換行 欸 那中立呢 就會再下一個 這樣感覺好像區隔 比較明顯 上面是三種 下面是中立 所以你再往下捲動的話 欸這個就南投了 OK有沒有 然後再往下捲動 這個就台中了 欸其實這樣感覺好像 每一個檔案跟檔案中間喔 會有一個空白空白行 感覺區隔其實還蠻明確的 只不過喔 剛剛好像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現在再執行一次的話 它其實喔 沒有錯誤訊息 可是你會發現喔 這個檔案好像會不斷的膨脹 我把它解釋變成詳細資料了 你會發現現在是171 剛剛應該是88才對 再執行一次 你會發現喔 這個檔案喔 它會一直變大 為什麼 因為它會把檔案 用append的模式 所以一直加 一直加 那所以呢 如果假設喔 我們不希望說呢 它的這個檔案一直增加 一直無限的膨脹的話 可能要先做一件事情 要不就是說呢 怎麼樣 第一次用W模式 可是問題是 如果第一次用W模式的話 這程式有點不好寫 可能是不是要寫個邏輯判斷 判斷是不是第一次輸出 是不是三重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乾脆怎麼樣 當它程式執行的時候喔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OS 我剛剛有提到的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呢 判斷說這個OS 有沒有 判斷它有沒有存在 所以這邊有一個叫 PASS裡面有一個方法 這個 OS裡面有一個PASS 它有一個方法叫 Ezist Ezist 然後刮戶裡面你檢查一下 那個檔案有沒有存在 如果有存在的話呢 那幫我把它remove掉就好了 那這樣子就不會一直 會有那個舊的資料 不斷出現的問題發生 所以你們試試看喔 如果假設喔 我目前應該已經寫好了 只是說最後呢 還有一個可能可以更好的地方 就是變成說最後你要執行之前 你變成你要把O.TA 手動把它刪掉 如果你沒有手動刪掉呢 它舊資料會不斷累積累積 因為我們用的是A模式嘛 OK 所以如果假設說我今天 我不希望說呢 我手動刪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怎樣 在這個程式開頭的地方 開頭應該在這裡吧 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怎麼樣 那個檔案它存在的話 那幫我把它刪掉 所以OS點什麼的 我剛剛有個PASS PASS裡面的話 有一個叫AZISTING 那當然你其實不用特別背 你大概就記個頭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它這個上面都有提示 然後給它一個目錄 應該是錄檔名喔 完整的 所以其實你可以拿這邊這一個 O.TA這一串有沒有 R一直到O.TA這一串 把它複製到這邊就可以了 複製的話應該是這個不用 應該直接拿這個檔 這個有沒有 其實就開這個檔的路徑 把它放在這裡 讓它檢查看看 有沒有 有的話呢 做什麼呢 幫我把它刪掉 刪掉的話 OS點什麼呢 點REMOVE 所以打一個REMOVE REMOVE應該就出來 REMOVE這邊就有了 REMOVE REMOVE這個 REMOVE這邊有 然後REMOVE裡面的話呢 就一樣給那個檔名 完整的路徑 OK 所以R一直到O.TA的結束 把它複製過來就可以了 那意思是說 如果這個檔案存在的話 那就幫我把它刪掉 那當然如果不存在就跳過而已啦 其實也沒什麼事發生 我們來試試看 這樣OK 因為剛剛變成說 你一定要手動刪 那現在如果不手動刪 執行看看 合併完成 再合併 再執行一次看看 它會不會出現剛剛的問題 一樣把它 檢視改成詳細好了 這樣會比較清楚 86 再執行一次 剛剛會一直不斷膨脹 有沒有 現在有沒有膨脹了 現在還是86 所以顯然它已經偵測到 有存在的時候 那就幫我先砍掉 所以它其實就不需要說 手動每次都要砍掉它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我剛剛主要 改動的部分其實不多 第一個就是把這五行 放在這邊 OK 然後改這個地方 另外的話上面再增加一個 判斷檔案是否存在 用那個OS.pass isit 其實這個路徑 直接拿這個路徑 複製到上面來就可以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